而这部剧能够成功,也可以说是必然的。整部剧的制作非常的精良,而且演员梦的演技都很正确。为了这部剧,演员梦也是做出了不同程度的付出。 比如其同友的放人者许亚军,就对不少戏份进行交工,与东京商量着改,这才一点一点接近其同友的人士。 胡敬高小群逝人者张志坚,高亦然逝人者,则是为了能够更贴近角色,擅置了不少服装,自抗腰帮好几万,而利益更是缘不得。 他住进了检察院,深切体验了一名检察官的日常,这才有了暴力令人的侯让行。 不过,这部剧毕竟已经过去了快两年了,反腐剧的浪潮也开始打响,这部,用一部反腐剧即将来袭。 这部剧叫做《拼图》,演员阵人也非常的震撼,没有那些小群肉。 但是,在看到民主后,不少网友表示不看,这是为什么呢? 拼图是由王楼,刘涛影行者网的辩试剧,讲述的是在宋长明的领导下,检察院一根人本地腐败事命名争判斗的故事。 整部剧的剧情非常的跌倒起伏,看点十足,非常的值得揣摩,绝对是反腐剧本次的合音。 王楼这个名字,大家肯定经常熟悉了,在《远不门密》的方号中,她是敢把诈拼的陈宗。 在金泰郎的幸福生活中,她是孝顺的金亮,她的每一个作品质量都很高。 演技在同名人间绝对是白剑的存在,由她来担任金途的男主,肯定会吸引一大多的粉丝。 刘涛算是一个比较励志的女星吧,她辛辛苦苦工作,为丈夫还兴战务。 而且,长相坚质的她,还不是一个花瓶,演技那叫一个绝。 可是,可能正是因为她的人事太过完美了,不少人觉得她是真的,所以对她比较反感。 在得知她是女主后,就决定不看这部剧。 这也是让人扑人无奈。 刘涛的人事很好。 但是她的演技一点都不含糊。 她饰演过大大小小很多角色。 每个角色都能降雨。 相信她在拼图中饰演的梅若冰,肯定能给我们带来金亮的表现。 并以为她的表现的期待呢。